大家好,歡迎收看三分鐘市評 我是李國慶 害人中害己,蘋果頭肩頂 在未講今天的題目之前 請大家看看恆生指數表現 全日恆子反彈了86點,收報27353 注意,成交很少 反彈成交縮,只剩760億 現在市況仍是一般的 大家對這個反彈,並不是抱有太大的期望 其實昨天和大家說到 估計這兩天可能是五穷月的低位 六絕月會不會再低,就另說 五穷月就差不多結束了 由於下個星期一是美國假期 期指轉倉就會在這幾天進行之中 現在跌下來之後,就在低位浮沉 以便轉倉,不想不下 大家看看恆生指這幅圖 現在大概在兩萬七邊爭持 今天如果是陰陽足日線圖 就可以說是一個身懷六甲 因為在昨天的波幅之內 上落很少 今天最高是27457 最低是27291 只有200點左右的波動 最後輕微反彈了一些 昨晚美股跌成超過1% 但是港股今天都沒有再進一步下跌 可能昨天的低位 可能是五穷月的低位 我是這樣估計 萬一失手,我覺得都不會再跌很多 或者九人幾百點去到26733 就是昨天說過 是回到0.618的支持位 可以說是26733 那些水平應該是五穷月左右 六絕月才會再看 你也都今天見到 其實RSI又稍微有些反彈 但是仍然是超賣的 現在去到28.8 仍然是超賣區 所以沒有那麼容易會一下子跌下去 至於六絕月會不會出現一個 再跌穿 然後RSI背池的現象 那就有機會 這個後話 另外我和大家都說過 注意一件事就是 人民幣和內地國家隊的頂的力量 我覺得他們都幾有誠意去頂的 如果你看著人民幣 它一直都守著6.92 今天都是守著6.92 人民幣不跌 即是美元沒有升穿6.92 那港股就有些回 可以在五穷月的美升的時候 有些回穩的跡象 那內地股市也是 上陣指數今天反彈不夠一點 但是都是最重要的一件事 不是升多少或者跌多少 而是守著這個上升列口 2月22日到25日之間的上升列口 是200、300 200、300這個位置很重要 現在一直都守著 那麼深正成分股指數 今天輕微跌穿了 那麼我昨天都和大家說到 就是說 其實最重要的一件事 都是看著上陣指數 深正成分股指數 是可以跌穿的 因為它那個不是 它主力要撐那樣東西 主力是要撐這個 所以大家要集中 就是看這個 看人民幣 它不穿這些 所以港股就有得喘定 記住五月份 喘定而已 現在暫時判斷 喘定而已 不是說它一定會彈得起 不要抱有這麼大的期望 好了 講回今天的題目 害人中害己 蘋果頭肩頂 什麼害人中害己 不是我說的 現在是IMF說的 它說 美國對中國商品加徵關稅 幾乎所有的成本 都是由美國承擔 而不是中國 這個是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IMF發表的研究報告說的 不是我說 害人中害己 特朗普認為 我加關稅 你中國就糟糕了 死了 我庫房收入很多 我便發 你們便差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IMF說的 美國對中國 貨品加徵的關稅 幾乎所有成本 都是由美國承擔的 所謂它收到的關稅 其實是來自美國的納稅人 美國自己的人去承擔 害人中害己 現在由貿易戰 打到科技戰 其實打到科技戰之後 又說制裁華為 是 華為可能會被 美國玩死 不出奇 一間公司和一個國家 被玩死有多難 對的 但是 亦都會 害人中害己 害人中害己 害到美國自己的科技公司 或者害到美國自己其他的公司 今天就以這個蘋果為例 蘋果是美國其中一間最大市值的公司 高科技公司 大家知道 注意蘋果這幅圖 它已經出現了一個頭肩頂的走勢 而最重要的是 我畫了三個箭咀 一級一級這樣下 你要注意蘋果 其實是納指成分股 標普500成分股 道指成分股 我們先看道指 道指最近期 沒有穿這個5月13日低位 25,222點 這個低位沒有穿 沒有跌穿到下來 即是說 它就算是道指成分股 它已經跌穿了下去 但是道指沒有跌穿到 你說道指很強 即是科技股藥紫 昨晚蠟紫穿過了 科技股開始軟了 但是蘋果這些大型受影響更加大 因為它明顯穿了下去 如果這樣明顯穿了下去 蘋果即是走勢是跑輸這個美股 這些科技股龍頭 如果跑輸美股的話 那個後果就是整體整個美股 可能會被這些科技股拉動而轉差 蘋果照量照度 這個頭肩頂量度跌幅大概會去到150元區 當然今天第一天跌穿 即是昨晚星期四晚第一天跌穿 如果未來兩天收回在頸線之上 那就阿里陀佛了 可能這個危機沒有什麼事 但萬一確認到這個跌浪的話 蘋果跌到150元 你想想會不會拖累到蠟紫 會不會拖累到美股 特朗普一直都說 美國股市那些就是政績 他們都看著美股的表現 強還是弱呢 就決定對中國施壓的程度有多少 如果這些蘋果受到影響的話 向下跌的話 美國的其他科技股一樣都不好受 那對特朗普呢 對中國的施壓也都會受到影響了 我就不斷懷疑了 整整一下它就開始就會有些少少 要開始有些 不要說讓步 不過那些口風呢 又可能會改一下 因為昨晚突然有傳出來聲音 我們都可以有談得到 跟著又說華為那件事 寫入這個貿易協議裡面 其實市場都沒有什麼反應 對特朗普說的事情 因為為什麼呢 都不相信他再說 還怎麼會相信他呢 他天天都說跟習近平是好朋友 每天都說好朋友 每天都說好朋友 攬頭攬頂 跟著就砌他兩拳 沒有人再相信他了 那現在剩下的情況是什麼呢 很簡單 現在大家留心 美國股市 特別是這些科技龍頭 會不會因為這個打科技戰 其實反而受到影響 而這些股一跌的話 就會拖累美股 搞回頭 令到特朗普沒有那麼強硬 這樣的話 可能會令到整體的氣氛 或者有些改善 否則的話 港股五窮之後 六拙都可能還要發生 還要看淡一點 好了 今天分析就這麼多了 多謝大家收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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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